宛如乞丐的小男孩捡到一个麻袋 里面经常是王国的恶公主 他万万没想到 他的悲惨命运却因此直接改变 男孩名叫蒂欧 是生活在贫民窟的普通少年 男孩在七岁的时候却突发高烧 本来理应没捡买药而直接病死 可是他却硬生生的挺了过来 并且大脑中出现一位名叫天川春能的记忆 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相反是一个非常倒霉的角色 因为你从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意外 公交车失控竟被急驰的火车转会 大学生春能当场去世 可当他睁眼的时候却来到了利欧的世界 眼前这个男孩拥有春能和利欧的记忆 但是双重记忆导致利欧感到混乱 他一时半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正好屋里有个路人甲嫌弃利欧太臭 由于利欧变来到屋外吃着野果整理思绪 最后男孩决定暂时不管春能的记忆 先以利欧的记忆和身份在这个世界生活 他要为被杀的母亲复仇 可突然身后来了一群穿着华丽的女子 问他有没有见过一个子发姑娘 利欧表述没有见过其中有白猫妹子施展的魔法探查 可却一无所获 看着利欧那浑身不堪的样貌 白猫妹子还忍不住给利欧一个钱袋 这让利欧高兴地打算把这笔钱藏起来 可在进屋的时候就被突如其来匕首攻击 先要冲前的钱袋替他挡下一截 可是二手钱袋没有打算放过利欧 就把他继续举刀时时间静止了 一位肥毛少女凭空出现 飞步到利欧身前将魔法的钱袋运用交给了利欧 等时间恢复后利欧躲开攻击并进行反击 他的身体能力和陆地强度为魔法加持 通过纯能的技艺展现了格斗技术 轻松 指服的对手 而一旁的麻袋却发出了异象 打开一看 竟是王国的恶公主 他慌忙地向利欧求救 但一旁血腥的场面却让他直接吓晕 无量的利欧本打算把公主送回城堡 结果刚出门就被先前遇到了四位女子揽下 为什么妹子更是不分青红皂白上来 却是个大嘴巴子 他们根本不强行利欧的解释 直接把利欧当成绑架公主的罪犯 为了不让事情变得麻烦 利欧跟随他们前往城堡接受审讯 但是等待她的却是惨无人道的折磨 因为骑士团副团长查尔斯不想背锅 打算让利欧承认绑架公主 这样一来就能掩盖她的失责 而公主醒来第一时间就要见到利欧 等公主能找到利欧时 她已经被打到晕厥过去 不过醒来后 却发现身上的伤已经被治愈了 这都是白猫妹子 斯利亚的功劳 12岁就成为王力学院的教师 因为旧公主有功 国王破裂让利欧入度王力学院 但这里都是非富即贵 利欧一介草民与他们为伍 让这些贵族子弟极为不爽 他们找准机会嘲笑利欧没有学过字 不过拥有村人这位大学生的记忆 学院这些知识利欧根本不放在眼里 但他一直都保持低调 跟斯利亚解释 这些都是已故的母亲教的 那些村人的记忆所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于此 在建树课上利欧被老师点名训练 他的初见套路都是日本武士多年钻研的心血 凭借村人的记忆在建树课上大放光彩 并且等到期末考试 利欧的成绩跟公主并列第一 贵族子弟认为利欧一定作弊的 不过碍于没有证据 也只能扣骸 最后还是斯利亚出面担保 才能此事求吧 但利欧被中人排挤的场面 也迎接了斯利亚的功名 即便她身为伯爵大小姐 但是因为太过优秀 还是惹人妒忌 最终遭到身边人的排挤 这些经历都深深地印在了斯利亚的内心深处 但利欧却表示对此毫无波澜 还表示他已经把斯利亚当成了朋友 利欧这次撩脱 让斯利亚变得害羞不已 养人的关系也在此刻变得更加亲密 很快五年过去了 利欧获得与王国集市交流赛的资格 他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斯利亚 但也表示自己估计很快就要离开王宫了 这个消息让斯利亚有些失落 但他也知道利欧的身份 注定让他无法融入 而利欧则是打算开始调查母亲被杀的事 等到交流赛开始 利欧却有些想笑 因为他对手 竟是当初欺负他的近卫团父团长查哈斯 他对利欧早已怀恨在心 当初因为利欧不愿成人绑架公主 导致他受到处分降级 这次对决 他似乎没有留守 可最终还是被利欧打败 这一战争利欧的名头 彻底在学院传开 当斯利亚打算来恭喜利欧 却看到一位女孩正对利欧告白 他被利欧的战斗深深吸引 躲在安卓斯利亚竟感到了委屈 不过在看到利欧被同学欺负 还是会站出来替他说话 利欧身上虽然有魔力 但不知为何却无法向斯利亚他们 通过术士契约来递解魔法 但他却发现了自己能通过模仿魔力 来复制别人的魔法 之后在野外演习的时候 却生命却遇到了半兽人的袭击 这是本不该出现的魔兽 原来之前绑架公主的幕后黑手沃尔夫 走副团长查尔斯那边 得知的是利欧破坏了他的计划 于是变得这次演习高贵 想看看利欧的实力如何 半兽人投掷长枪 刺中了一位同学 对方亮亮强强的 正好把公主撞下悬崖 利欧见壮 严谤一跃而下 用一股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能力 将公主送回地面 最后凭借这股力量 也让自己平稳落地 他可以确定这不是魔法 估计与之前出现的粉毛少女有关 但现在困扰他的不是这个事 悬崖上的同学们解决掉半兽人后 竟把公主掉落悬崖的责任推给利欧 在众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一只实力强暗的牛头人 竟找上门来 同学们的魔法完全没有作用 他的目标似乎只有公主 领开公主就要被牛头人擒住 关键时刻 利欧出现砍断了牛头人的手臂 与牛头人打了起来 最终运用强化身体的能力 又一次救下公主 躲在暗处的沃尔夫 一眼砍穿的利欧使用的能力是精灵术 而利欧这次救下公主便立刻逃离 他只有那些贵族子弟会甩锅给自己 与其回去受怒 还不如成全他们 过来 公主大人与校长私通 利欧背下公主受害的所有责任 即便公主替利欧解释 也无济于事 在离开王国之前 利欧特地来跟瑟莉亚告别 表示自己会经常写信给她 但会用春人的假名 来躲避王国的搜查 在前往巴云地区的途中 利欧遇到一位昏明的少女 可在利欧上前查看时 对方竟是王国派来的杀手 今后利欧躲避基石 杨人很快开始展开对决 虽然少女的速度很快 但最终还是敌不过利欧 给她制服 而利欧也在这时发现 少女是被人精神控制 还被奴隶置换限制 凭借之前在学院看过的魔法书籍 利欧解开了少女的束缚 当然她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位兽儿娘 竟也拥有双重记忆 那是让她不忍回首的痛苦过去 小女还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被人戴上了项圈 眼前是一个长相丑陋的权势贵族 她逼迫小女孩叫自己兄长大人 只要女孩不服从她的命令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而小女孩这时也才发现 自己的头上长了一对兽儿 她的本名叫远藤良音 本来是一位日本现代夺利 但是经历一场意外 便穿越来到一世界 成了兽儿娘拉迪法 忍受不了这般对待的拉迪法 最终向贵公子臣服 在奴隶之环的控制下 拉迪法学会了魔法 最终被贵公子派来刺杀利欧 她也不知道利欧 就是当时跟她乘坐 同一班公交的大哥哥 现在身上的奴隶之环 被取下了 拉迪法对利欧的好感 瞬间飙升 反正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倒不如跟着利欧 好像还更安全 为了表示自己不会再厮杀利欧 拉迪法更是拿出 先前的奴隶之环 让利欧给自己带上 这番话 让利欧有些心痛 于是 便带上了拉迪法 之后还给拉迪法做了美食 可拉迪法吃着吃着 就哭了出来 原来之前的贵公子 每天只给拉迪法吃饲料 完全不把拉迪法当人看 在深夜休息的时候 拉迪法的一句想回东京 让利欧明白 原来眼前的少女 也是地球传越而来的可怜人 自己的经历远比她幸运多了 为此 利欧打算成为她的心灵支柱 让寂寞的她 在这一世界中 能有慰藉 之后某天夜晚 利欧在哄说完拉迪法后 却在帐篷外 遇到亚人族 对方施展秘术 但利欧的双眼 暂时失去视觉 所有她的伙伴在帐篷内 发现了被精灵树催眠的拉迪法 于是误以为是利欧拐走他们族人 不管利欧如何解释 也无济于事 由于眼睛失去视觉 导致利欧最终被擒住 等她醒来后 就发现四只 已经被锁链扣住了 后在拉迪法醒来替她辩解 先进攻击利欧的几个亚人少女 都赶紧下跪道歉 张老也来与利欧搭话 表示在隔天 会用部落最隆重的方式 来陪礼道歉 只有利欧在亚人族里 遇见到了一棵餐天大树 长老表示这是大树精灵 只有精通精灵树的人 才可以看到 他一眼就看出利欧的精灵树 不是人教的 在得到确认后 也没有过多询问 带着利欧来到房间 与另外两位长老见面 三位得高权重的人物 又一次对利欧赔礼道歉 并表示可以满足利欧的任何要求 长老甚至想让利欧挑选族内的姑娘 但利欧一心只会复仇 他必须变得更强 所以看见三位长老 能教导自己关于精灵树的使用 但在精灵树的造诣上 大树精灵才是当之无愧的大能 他感受到利欧身上 有着高级精灵的气息 连大树精灵这个等级 也只能被称为准高级 这意味着和高级精灵 签订契约的利欧 将被亚人族视为圣人 这是成为大树精灵的待遇 但对此利欧根本不知情 不过他也总算明白 为什么自己无法使用魔法呢 因为以精灵递结契约的人类 将无法使用魔法 之后利欧在亚人族住下 每天开始钻研精灵树的知识 可平静日子没持续多久 波尔夫又开始高贵 他故意再赞嫁祸 是亚人族偷走了飞龙的胆 导致飞龙开始对亚人族进行攻击 在幸好这段时间 利欧的实力又一次得到提升 并且他发现飞龙的落点在嘴巴里 于是轻松打败了一只飞龙 由于飞龙生性胆笑 没有十足的把握事情 绝对不会冒险 在看到利欧有击杀他们的实力后 便纷纷撤退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而利欧马上就要离开亚人族 但他并不打算继续带着拉迪法 因为这里更适合他生活 拉迪法知道无法留下利欧 并满内心深入最大的秘密坦白 他是从日本穿越而来 利欧也得支持坦白自己的身份 他跟拉迪法一样都是从日本穿越来的 或许是因为这个经历 让拉迪法对利欧更加依赖 他不再难过 而是鼓起精神表示 自己会在亚人族等利欧回来 在解开了拉迪法的心结之后 利欧便继续朝着老家的方向前进 临别前 拉迪族送给利欧一套很稀有的装备 除了工手兼备的武器和衣服以外 还有一个可以储存物品的空间户壁 这给他旅途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经过长途跋涉 从村来到了巴云地区 也就是父亲的故乡 在这里 他见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性能 他不敢置信 眼前的婆婆竟然是自己的奶奶 也是这个村子的村长 奶奶带着利欧去看他爸妈 这些坟头草已经很高了 奶奶暂时不能告诉利欧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告诉利欧始出有因 他父母不得不偷偷离开这个国家 能实际成熟 他自然会全部告知 并提醒利欧不要随便暴露身份 为了调查父母的过去 利欧便在村庄住了下来 平静着生活又一次打响 利欧每天就会在群里 帮帮这帮帮那 所以收到了很多赞赏 这让唐妾的朋友沙耶 对他很有好感 然而唐妾和沙耶的美貌 却吸引了邻村村长儿子的注意 这个混混在看到两眼的第一眼后 就有了歪想法 利欧留了一个心眼 果然村长家的傻儿子 对唐姐和沙耶下手了 利欧在看到他抓着唐姐的内幕时 脑海中不自觉 与母亲被害的画面重合 愤怒的情绪让他大脑失控 差点将对方给打死 他察觉自己正被天川春人的记忆影响 因为一旦最终他确认自己是天川春人 那么利欧的仇恨就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这会影响他复仇的决心 然而功夫不复有性能 利欧在之后近来遇到 曾经侍奉母亲的仆从沙赫 从他口中得知的母亲的身份 竟是王族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而父亲则因为超高的战力 被国王赋予了武士的身份 还被沙赫强烈推荐成为王族的护卫 这一带而去 父亲母亲两年接触的机会就增加了 两年最后你先我愿地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与他国签订休战契约的时候 有位王子看上了母亲 打算派他奴走母亲 结果却被父亲给阻止下来 最后还甩锅给父亲 说是他杀了自己部下 好不容易促成的和平 马上又要因为这一件小事 而继续开战 王子威胁如果想要休战 就得把母亲嫁给他 还要处死父亲 最终两年在国王的支持下 秘密离开了王国 在沙赫的引荐下 利欧成功见到了自己的外公 也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 把这些年的经历告诉外公后 利欧表示自己一定要复仇 可是能杀死利欧父亲的人 实力一定不容小觑 国王为了稳妥起见 打算撤下利欧的实力 带在了利欧的手下 这下外公彻底放心利欧的复仇行动 而在离开罢民地区时 傻也却十分不舍 利欧总是能无意间 撩脱着少女的放心 但复仇行动没有完成之前 利欧绝不会留恋这些儿女情长 他又回到亚连族这边 时隔两年 这里的少女都变得更加水灵 然而隔天睡醒时 利欧却发现自己身边 惊躺着一位粉毛少女 少女也是与利欧千金契约的人形精灵 之前一直都在利欧体内沉睡 他似乎失去了记忆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于是利欧便给他取名叫埃西亚 虽然看起来傻嫩傻嫩的 但埃西亚的战斗力却十分强大 他唯独没有忘记的是 大概就只有战斗 这或许是出自于本能 并且埃西亚精通所有金融术 提出也不在利欧之下 好在埃西亚对利欧没有敌意 甚至还很听利欧的话 在亚连族搬完时的利欧准备离开时 张老又送了利欧一件装备 可以伪装龙孟的恶丁 因为利欧准备回到贝尔托姆王国 在这里他还是通缉犯的身份 一回到扩别已久的王国 利欧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斯利亚 可是学院的办公室 已经没有斯利亚身影了 通过调查他才知道 原来斯利亚已经成为 经卫团副团长查拉斯的未婚妻 对方通过家族诠释违逼结婚 斯利亚的父亲完全是敢怒不敢言 这个王国早已腐烂不堪 但现在利欧回来了 斯利亚的悲剧绝不会上演 利欧找到了斯利亚 但是这一次见面却并不愉快 利欧询问斯利亚是否自愿 但斯利亚不忍心把利欧卷入这场纷争 于是他的致命三问 你愿意娶我吗 你愿意带我走吗 你愿意跟我去别处共度一生吗 利欧直接人傻了 还没等他回答 斯利亚就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然后连忙把利欧推出房门 利欧没有继续纠 而是有自己的打算 隔离婚礼如期举行 恶心的查拉斯还把斯利亚 介绍给他另外留个老婆认识 回首的大方更是对斯利亚来得瞎马威 但是卢庆家族势力 无法与查拉斯家族抗衡 斯利亚从小就很懂事 也没有和大方计较 相反还很尊敬他 先要是公主殿下到访 才让大方离开 而等婚礼真的开始后 斯利亚就在途中看到了利欧 这让他更加委屈 说好不要过来 他一点都不想这副样子被利欧看到 然而利欧却用行动告诉他 人生大事要由自己决定 他跳出人军 朝着军队这边冲来 如露无人之境 接着守卫根本挡不住利欧的冲锋 很快就来到查拉斯面前 一拳打倒他踩在脚下 为了不给斯利亚家族添乱 他假装是查拉斯的仇人 并挟持了斯利亚 即便查拉斯对斯利亚没有太深的感情 可谓的家族颜面也必须跟利欧抗衡 利欧通过经营说与斯利亚对话 再次询问他是否自愿 想不想要离开 只要斯利亚一声令下 他就立刻带他走 这一次斯利亚没有再犹豫 而是面带微笑地说 奴走我吧 就这样 利欧带着斯利亚开始逃跑 期间把斯利亚交给了艾西亚 自己出去吸引火力 跟王国最长战力扭打起来 然而利欧根本无心战斗 实力本就不像上下的仰人 利欧只想逃跑 对方根本无法阻拦 最终利欧与斯利亚会合 这一次他们不用分开 而是可以一起前进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翻明 精灵 幻想记 冲着结尾一看 大概率是会有第二季的制作 题材真的很难得到太多好评 但人就是矛盾的 不敢说全部 但有一部分人嘴上说的 不喜欢这种俗套动漫 但身体却很常识 那我好天什么的 就是看得超爽 唯一可惜的就是剧情进展 听得有些突兀 太多事情没有交代 真的让人很期待 第二季的出现 并且最后结尾抢婚的那一段 真的超甜 那句奴走我吧 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 不说了 我真的是好之一口啊